气死个人 34岁安徽独居少妇竟然仰张上瘾 每天与家里的上万只蟑螂同吃同睡 这可害苦了整栋楼上的业主 整个电梯和楼道内全是恶心的蟑螂 被警察上门调查后 女人躺地上打滚疯狂叫嚣 蟑螂就是我亲 你们要是敢处理我 我就要和你们玩命 今年6月 安徽合肥一高档小区内发生了一桩离奇案件 搞得业主们叫苦不迭恶心不已 无奈要求开发商退房退钱 当时家住6号楼三单元的业主们发现 楼道间和电梯间内经常有蟑螂出现 业主们开始只是觉得恶心 认为是物业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玩忽只手 没有搞好单元卫生 因此业主们只是简单给物业提了个意见 要求物业保洁人员 多多注意6号楼三单元的卫生 物业在收到业主们的提议后 也是加强了对三单元电梯间和楼道间的卫生打扫 但是不管物业保洁人员如何打扫单元卫生 这些公共空间内依然会有蟑螂的身影 而且蟑螂数量仿佛在日渐增多 业主们每天乘坐电梯的时候 难免就会踩死随地爬行的蟑螂 业主们气坏了 自己花了几百万购买的豪华小区 没想到物业态度就这样 保洁人员不好好打扫卫生这还行 让业主们每天和蟑螂共舞 于是业主们联合起来不交物业费 物业感受到了业主们的愤怒 让清洁人员身被药捅 往楼到电梯间内先后喷洒了三次化学药剂 34岁安徽独居少妇竟然有养蟑螂的品号 家里的床垫和厨房中 密密麻麻爬满了上万只蟑螂 而女人竟然能和这么多蟑螂同吃同睡 还大肆扬言蟑螂就是自己的亲儿子 因为女人在楼上偷偷饲养蟑螂 密密麻麻的蟑螂从窗户和门缝等地方 流窜到了整栋居民楼的角角落落 尽管物业清洁人员身背化学药桶 接连喷洒了三次药剂除章效果很明显 但好景不长 没几天后蟑螂反而更加猖獗 现在就连本栋大楼的其他几个单元 也遭到了蟑螂的入侵 这可让业主和物业一脸蒙圈 这除蟑螂药剂也喷了好几趟 单元楼电梯间也被清洁人员擦得能照出人影 到底是什么滋生的蟑螂 这就说不过去了 难道说是哪个业主家里出了什么意外 这才导致了蟑螂的入侵 业主们越想越怕 打电话报了案 警察们知道事情的来龙去卖后 也非常体谅业主们的想法 开始一家一户着手调查 直到查到了12楼独居少夫家之后 警察发现了端倪 多次敲门无人理会 而家里却有人走路的声音 最终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 警察同志破门而入 没想到刚进门的警察就傻眼了 因家里蟑螂太多 经验丰富的干警甚至都无处下脚 女人家的墙上 餐桌上 甚至是女人的卧室被褥里面都是蟑螂 垃圾遍地 女人却一脸不在乎 合肥34岁独居少夫家 养上万只蟑螂 被褥里和电饭包里全都是蟑螂 每天搂着蟑螂同吃同睡 警察当即和女人沟通 希望女人将家里的卫生打扫一下 将蟑螂彻底清除 但没想到 女人听到这个要求后 直接劈头散发躺在地上 抱着警察的腿撒坡打滚 还大喊说 蟑螂就是自己的亲儿子 谁要是敢动我家蟑螂一根手指头 那就是自己的生死仇人 蟑螂就要从自己的身上踏过去 警察压根没想到 一个30多岁的女人 竟然会如此钟爱养蟑螂 看女人如此的撒坡打滚 只能苦口婆心的 将蟑螂对整栋居民楼的危害和影响 告知女人 但女人却不管不顾 认为自己在家养的蟑螂 楼道里和电梯间的蟑螂 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关系 见女人执意不肯消灭自己家里的蟑螂 警察同志只能采取强制措施 将女人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 拘留积压 罚款5000元人民币 然后派遣工作人员 对女人家里的所有蟑螂 进行强制消杀 将女人用的床单被罩 和养殖蟑螂的过碗瓢盆 全部丢掉 清洁费用从女人的罚款中支付 女人得知自己的蟑螂儿子们 被警方一锅端了之后 顿时泪流满面 满嘴脏话 至此以后 整栋大楼上 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蟑螂出现 这场闹剧至今方才停歇 看完本期视频后 大家快把第一感受 留在视频下方评论区吧